进入年年夏日,要问什么鞋环,能让人最自在随性,球鞋,凉鞋,还是不鞋,格主觉得夏天还是来一双拖鞋解发双脚,才是潮流达人最舒服的选择。 拖鞋台阶地气了,尤其现在这三十家的温度,穿拖鞋的赶脚,就是比有大,有面低鞋更拖鞋,它既舒服又优雅,既随性又帅气,让你不费力气,就能穿出时尚高级感,连大表姐流完都很喜欢,穿着它们逛街一整天,你都不用担心脚痛的问题,这种休闲的慵懒时尚最适合夏天,所以今天格主, 就来给你们种草夏日拖鞋了,No.1宽带平底凉拖最基础款的拖鞋,当属休闲平底拖鞋,也是日常穿着最多的款式,这种宽带的平底拖鞋,可以是一字带的,也可以是交叉带的,反正整个设计,要怎么简单怎么来,它更像是我们平时说的澡堂款式,长相普通不起眼,但相较于其他的款式, 澡堂拖的鞋底厚实柔软,舒适不累脚,时尚圈先是被Puma Fenty by Rihanna的各种运动拖鞋刷屏了,很多明星把毛毛拖爱到一个不行,然后很多高冷的奢侈品都出了澡堂拖,其中最火的应该就要属顾锤和GIVNCHYL的了,很多人介意在外穿澡堂子style的款式, 其实它很有超排的气质,如果你爱街头疯的话,澡堂拖搭双运动白瓦,穿件Oversize的潮体就很时髦, 拖鞋首先要在形状上适合自己的脚型,选这种瘦瘦的款式会比较好,而且脚面处的设计要有一些女性化的细节, 例如上涂这种简单的的拖鞋款式,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基本款,普通皮革款咯,指头的风格比较综合,搭配裤装有点休闲,搭配裙装也还挺成熟的,交叉带的款式,更多了一份新设计的高级感, 对了,如果你觉得这样普通的宽带拖鞋有点发威的话,还是可以融入很多时髦元素的,为了让鞋子看起来足够特别, 各大品牌可是在大小有限的鞋面下足了功夫,Dior的Blogo,B-O-Y-Y的大方扣,哪一种金属装饰更得你心呢? 最经典的就是金属扣装饰款式,当拖鞋与钻扣碰撞,瞬间就有了滑眉感,从乐服鞋到拖鞋,都有这样的款式,若够预算, 这双珍珠鞋拖,是好选择,的这款珍珠拖鞋可以说是极了千处爱于一身了, 时尚潮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双,来作为整体造型的点睛之笔, 女人味十足,除了珍珠装饰之外,还有薄西米亚风的流苏, 丁珠装饰,也是比较流行并且更适合日常穿搭的,流苏装饰的拖鞋可以协量整个造型的吸金指数, 让拖鞋也有了时装的华丽感,花朵拖鞋搭配鞋尖连衣时,一样可以温柔到爆表, 不仅是搭度假风的裙子好看,配阔腿裤,也都是满满的文艺风, 黑色拖鞋搭配最简单剪裁的衣服出门,清爽又自然, 同身的黑色look拥有暗夜般的吸引力, Adidas的黑白相间澡堂托,可以直接搭配黑色扩型连衣裙, 十倍相配,除了Adidas就要属爱马仕家的8拖鞋了, 前两年真的不要太火,但今年穿衣就没有过时, 要么怎么说爱马仕经典呢,而且它加今年还衍生出了好多新款, 很多彩色的也很好看,如果去海边度假, 草编和拖鞋可以说是天生一对了, 编织草帽,编织手带,一切草编饰品是必不可少的, 一秒变成时矛人好吗? No.2 复古,穆勒拖鞋复古风拖鞋, 格主首先想到的就是穆勒拖鞋, 它是那种包裹着脚背,不露脚趾, 怎会露出脚跟的高跟鞋, 近些年,在此基础上也演变出了各种各样的垮世, 它穿起来更为休闲随意,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, 不经意间就将时髦显现出来, 不管是裙装还是裤装,都可以轻松驾驭, 穆勒鞋的种类有很多,少了脚后跟的面积和呆子, 除了在整个鞋面上,进行切马行空的创作, 还能通过鞋面的形状,绑带来勾勒出完美脚背, 如果你不习惯,还可以选择有带子的款式, 蝴蝶鞋绑带是夏天壁火的款式, 不仅在衣服和裙子上可以运用, 连在鞋子上也占有依稀之地, 一个绑带不够,多几个也不是问题, 少女心蹭蹭蹭的往上涨,不少品牌都推出了, 甜美的一塌糊涂,乐福鞋款也是今年的一个大热门, 摆他指数也是非常高, 担心拖鞋被人够病太邋遢,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材质花纹上做文章了, 刺绣肩头款的木讷鞋, 配色复古的刺绣雅致强颜, 慵懒又不缺柔美, 还可以从视觉上帮助你拉下腿部线条, 流行的波点或格纹元素也很时尚, 帮你完美hold住各种风格的衣服, 小猫跟款, 搭配裙装, 同样精致有女人味, 大家如果有入手的话, 就可以拿出来穿了, 今年更流行猫跟鞋尖头的款式, 优雅又精致, 给你增添小女人五味, 是最直接让你视觉长高的神器, 如果你还不能很好的驾驭系跟鞋, 可以选择出根款木讷鞋, 从三厘米到八厘米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, 鞋皮的材质看起来更有质感, 宽带款的可以很好的包裹你的双脚, 无论是搭配裤装还是裙装一点压力都没有, 如果是高一点的根, 还是皮质的路纸脱鞋更好, 而且前面口要小一点的, 不然脚就容易往前滑, 走起路来不舒服, 简约的风格和中心配色, 让编织木讷拖鞋, 成为假日造型的摆他利器, 编织拖的灵魂, 像极了法国女人骨子里那种放松舒服, 不紧绷, 也不可以讨好的姿态, 木讷鞋也很好搭配, 只要选择一件技术款的衬衣搭配牛带裤, 休闲又有气质, 当然, 你也可以选择扩腿裤来搭配, 遮住肉肉超级血瘦, 木讷拖和裙装也很配, 腰带与衬衫已经有了OL风, 鞋里如果再选择过于正式会显得死板又重复, 一双木讷拖就解决了问题, 帅气也有女人味, 如果觉得太麻烦, 一双黑色的白搭一块, 上面穿上你想穿的裙子就可以, 只不过这样的穿法不能让你变得精致, 高阶一点的搭法就是搭喇叭裤, 不过同样是需要露出脚踝, 配小脚, 牛仔裤和眷裤脚, 也是正确的搭配, 提起木讷拖鞋两拖, 就不得不说Goofy的鞋子, LOG的人手一双, 帽每根实用程度百一百分, 无论哪个季节哪个造型, 完美hold住, Goofy的平根脱鞋有两种, 又毛毛的, 还有平根的,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, No.3舒适, 一字脱一说请人字脱, 你们肯定知道像啥样, 他的V字带, 可不只是用来固定的, 也可以华丽丽的把脚背展现出来, 如果找一款鹿肉最多的鞋, 应该就是人字脱了, 穿过他的人都清楚他的舒适度, 当你把他定以外下楼买菜料口, 时随便穿穿的懒人装备, 在你瞧不上他的时候, 仙女们早就放下骄傲的高跟鞋, 穿起这双鞋了, 但是, 人无完人, 鞋型有缺点, 穿人字脱最尴尬的场面应该就是, 脱还在, 人字没有了, 所以格主建议, 你们选择脚背上有T字带的人字脱, 背上多了一根T字带, 可以增加受力点, 穿起来走路也更方便, 最最关键的是, 这种鞋的视觉效果是纵向的, 可以把下身的比例拉长, 女神范儿的金色款, 非常有高级感, 搭配裤子和裙子都, 不易显得廉价, 再来就是白搭的黑色, 整体造型也会显得更有质感一些, 也最为普通白搭, 很多姑娘不敢穿人字脱, 虽然很舒服, 是因为找不到与她完美的配对, 其实休闲的人字脱非常有度假感, 而且不过时, 且基本不挑衣服的配色, 狂盯着鞋子本身还不够, 还要会她才行, 急怀长裙搭配人字脱, 最能穿出闲适的度假感, 看亲子也是人字脱的忠实爱好者, 这种假脚拖当然, 还有可长裙最大, 不管是纯色还是艳花, 配上再简单的人字脱, 都能化身希腊女神般的存在, 除了掀起飘飘的长裙, 抹胸掉带小羊去搭配, 人字脱更加简灵活泼, 皮革人字脱更日常, 金属人字脱更时髦, 草原人字脱更硬静, 如果你想要用人字脱穿出高桥的感觉, 就是要清爽简单的短打来搭配, 它不带硬景, 而且不会脱雷你的身高, 穿原字脱, 尤其要避免衣服太过松狂脱胎, 那样就真的不好看了, 搭配清爽修真的黑色单品就好多了, 拖鞋的款式很多, 千万想几款注尽润高的, 喜欢可以去实体店或者找带个窝, D-R-A-T-O-R-E-R-M-B 交零九七, 粉色蛇蚊屁木勒鞋, 草边木勒鞋, 大方后拖鞋, 加脚拖, 拖鞋好了, 一口气推荐了这么多双拖鞋, 今年夏天都不愁穿了吧, 你会pick奶, 一款, 最后只想说, 拖鞋早就已经灭席了, 出席party在外旅行, 街排好造型都不在话下, 编辑助理, 最幼稚的女性风向自媒体, 设计时尚, 珠宝, 艺术, 情感多面的隔端小流生活质, 好看的拼拿和有趣的灵魂, 你在这里都能找到我, 这 jon maar, 就是这种灵魂, 因为胶只有灵魂, 所以我会要送到我, 就像这种灵魂, 就是这样的灵魂,